俄亥俄州69岁的地方官员 利王十几岁时从中国移民来美 他说长期以来 他一直对自己遭受的歧视保持沉默 害怕受到影响 但在最近与俄亥俄州西切斯特 举行的一次理事会议上 他表示自己已经受够了 利王说 有一些无知的人会走到他面前 说他看起来不像美国人 或者不够爱国 这让他十分生气 随后他站起身来 掀开衬衫 露出胸前一道巨大的疤痕 发出质问 这够爱国了吗 这是我的证据 这是我的服务 美国党的服务 现在是这够奉务吗 我没有更惊愧 我没有走过来 我没有走过来 我之前被遭受的 人们看起来很奇怪 然后他们问我 我对这个国家的忠誉 我不太看见美国 我刚才读到美国的法律 我们的民主 我们都同样 我们都同样 力王还讲述了他来美国后不久 就在芝加哥的一次 种族主义袭击中被殴打的经历 他后来在美国军队服役了20年 去年他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的 共和党候选人 力王说 他享受了很多来自社区居民的爱 但歧视从未停止 他表示 偏见就是仇恨 这种仇恨是可以改变的 人们都是一样的 需要更善良 更温柔地对待彼此 最后 力王扣上衬衫的扣子 短暂退出了会议 他的同事们 立刻转入其他事务的讨论 没有对他的言论发表评论 会后 王先生对当地媒体说 他本来不打算坦凶路背 但鉴于近期 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事件上升 他很受触动 想分享自己的故事